哈啰 大家好 我是�� klass 許庞你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鈴鐺 還有追蹤的 igfb 追踢bidibidi 還有第四 Sugre 微信官方1月11號晚上6點55分 在 官方顯示新聞的天賦寫學 我們看一下大旋技的 技能的部分 光屬性 職業咲斯 經歷天賦 是因為寫作 又要寫作文 天賦的話是你只要攜帶一個友誼的狀態的時候呢 那你法攻提高到 3-6% 那最多可以疊三層嗎 疊三層那 上場之上沒有一個友方角色使用覺醒之後呢 自己可以獲得心血 好心血 上線是10點 那行動結束前呢可以選擇天書天拳 那天書天拳那一個絕學被使用之後呢 將替換為玉痕開陽 超複雜 遙光中的一個絕學進行釋放並消耗心血 然後當然結界自然消失會被覆蓋後 會進入4-2回合的冷卻時間 後面應該會講說這幾個buff幹嘛的 遙光破軍界持續10 這應該是他的那個領域的部分 暴擊率可以提高8-15% 然後四層可以加1 那遙光的話是消耗4點的心血 哦 展開簡解 ok 等一下哦 呃 遙光 獲得一點心血行動結束可以選擇 天書天拳遙光哦三個啦 把這斷開 天書天拳遙光三個哦 那遙光的話 可以消耗4點的心血 就可以展開領域遙光破軍界 隨時三個回合 那這個就是提高射程加1 這個射程是全部人都有嗎 然後暴擊率提高 如果全部都有就這個也是必抽了啊 好那 那遙光破軍界還有一個是 有方光屬性10全屬性提升4% 那隨機獲得 兩個隨意的友誼狀態 ok 那真的是必抽了 看這個有領域的人就是抽了啊 那天書的話是消耗2點的心血 是遙光破軍界開啟時 有方光屬性10所有冷卻時間-1 哦 那天拳的話是消耗2點心血 遙光破軍界持續時 有方光屬性10使用絕學後 為全場戲前百分比最低的一個 其他有方驅散2個debuff並回不清血 就一個啊 好那禦衡的話是消耗2點心血 是 遙光破均界開啟的時候結界持續回額額外加1 ok 那在遙光破均界持續的時候 施展開陽消耗兩點心血 那敵方使用絕絕的時候對齊施加風奏衝 哇 開陽 看一下 玉盒 哦 就是你的天拳跟 天什麼 天拳 天書啦 施放完之後可以換成玉盒跟開陽 哇 哇這個 好過分哦 可以直接瘋咒哎 敵方使用絕學對他施加瘋咒 當他施展完之後才會被瘋咒了 好 打PEP好像 哇 這干擾性真強 好 來 星河 垂轉啊 單體技能造成1.3倍的傷害 對戰之後呢 對目標一圈發揮內的敵人造成隨機的三次法術傷害 法攻的30% 那並獲得4點心血 跟魔化洪浮生的概念有點像 魔化洪浮生是獲得我忘記幾層的那個覺醒狀態 然後再並打雷嗎 就有點像 好 還不錯耶 法傷 法術傷害的30% 然後又獲得4點心血 好 可是他是一圈內吧 對對對就有點像那個 魔化洪浮生的那個打雷 蠻像的 故造成故傷三次故傷的那個 好 然後 然後 絕學請星入宮 主動使用的時候 對當個其他友方施放 目標和自身獲得神盾跟皮甲 持續兩個回合 然後並附加星雲的buff 那這個buff呢 是遭受攻擊的時候 敵方在對戰之前呢 每移動一格則傷害降低10% 那最多可以降低到30%齁 那狀態出發後就消失 那並使私下者獲得兩點心血 嗯 星雲是只有大選技 大選技才會有的啦 那 這一個是被動嗎 不是 他是單純的輔助技能 ok 好 那在 北城心拱 攻擊盪的敵人1.7倍 是氣力技 那對戰之前呢 反轉自身上個有害狀態 每攜帶一個 心血 暴擊率和暴擊傷害提高5% 那最多可以提到 提高到20% 成功擊殺目標的時候呢 這個該 這個絕學冷卻時間會減少3 嗯 他吸力應該是吧 沒有寫 還是3啊 這邊沒有寫 這邊沒有寫 好 絕學萬象聯想 對方為念錯電章0.5倍的傷害 並吃下亂神 1 哦這持續兩回合 那每攜帶1點心血 這暴擊率提高15% 最後會到60% 哦 原體絕學 然後懸光天映陣 那 最主要是兩個範圍內存在其他關屬性的角色 暴擊傷害減免和傷害提高到8% 這個也這個蠻不錯的 這正法也不錯 好 那絕學部分的參考跟那個魂石就參考一下就好了 因為那個到時候都會再改了 你敢帶 好 可能是這樣子 好 不過 然後 他最大特色 特色 就是天賦啦 天賦這個搭配 就是你除了放姊姊之外 放姊姊之外 放姊姊之後呢 你要施展玉魂 應該說你 行動結束之前呢 可以選天書 天拳 好看要放哪一個 那這個絕學被使用之後 這個換成玉魂的開養了 ok 那最大特色就是他的那個 方結界啦 好終於出來了 那 嗯 天賦 天拳放完 那就是看你那個時候需要怎樣的 呃 輔助輔助的技能的部分 像有方光屬性一年 絕學冷卻-1 或者是說 你要 呃 把一個氣血百分之最低的友方 然後恢復 恢復氣血 等等 那我覺得那個開養的那個 招式真的是 敵方使用王絕學之後 就直接直接瘋咒你 哦 這也是蠻過分的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一年絕學冷卻-1 就是他的概念 呃 我覺得魚魚公主啦 魚公主概念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那這個話是你要 放 你可以自己搭配 就是你可以選擇啊 不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概念 對啊 好啦那今天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希望的頻道 歡迎 希望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 跟鈴鐺 記得追蹤的igfb 還有discord啊 大家對 新章賢者大選機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大師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拜拜